去年通车的南回隧道安索交控中心 为了用路人的安全规划17号及20号 晚上8点到11点将进行隧道防救灾演练 主要以汽车追撞造成的失火意外为演练重点 也因此要封闭双向车道 提醒用路人行进南回地区要改道至台久无限 去年底通车的南回改草浦森永隧道 安索交控中心为了用路人的安全 将在17日与20日的晚间8点到11点 进行隧道防救灾演练 将以汽车追撞造成的失火意外为演练重点 因此要封闭双向车道 可能会发生的像火灾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比较大型灾害 然后我们在这一次的部分 我们可能是会因为汽车追撞 然后造成失火的部分 然后因为有火灾的话 我们依据我们的SOP它就必须双向封闭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演练可能就会预计会在17号是预演 然后4月20号就是正式演练 另外安索交控中心也在隧道口南北两端 设置自卫消防人员可以及时针对隧道内的各种意外事件 进行救援减少事故的严重性 我们很多的设备很多的人员 它就针对火灾的部分在做特别的训练 包括我们还为了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有设置三班每班六位的自卫消防的人员 它等于是说他们可以在第一线做 让他们有防火的装备 然后去进行初步的灭活动作 曹谱司用隧道防救灾演练将封闭双向车道 因此提醒庸路人行进难回时 要改道制太久无限 就讲解大人相报道